哈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脑补君 一直以来 我们总是有一种难以释怀的困惑 宇宙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人类又是从哪里来的 尽管我们被科学家拿出证据 告诉宇宙是从基点大爆炸而来的 人类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 却并不能让地球上所有的人都相信科学家的证词 那些有着古老文化传承的地方 宁可相信宇宙和人类是被神创造出来的 也不愿意相信科学家的解释 偏偏随着时间的推移 科学家手握的那点珍惜证据 像被风吹日晒了太久的木板墙 开始出现掉漆 起皮 木斧 甚至漏水的现象 那点珍惜的证据就像珍惜的物种 必须加强保护 才有希望不让它们从人类的视野中永远消失 不知是那些宗教人士有意抱科学家的大腿 还是确有其事 据传那些曾经为科学事业做出过伟大贡献的科学家 有90%以上神识鬼差般都莫名其妙地相信了神的存在 还列出了调查数据表 更有消息说很多宇航员从太空回来后 辞去了所有工作 全心全意地信了神 追溯上古历史之源会让人震惊发现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化 无论海内还是海外人类文明起源 似乎都有着相似的神创世的传说记载 甚至神造人的方法都惊人的一致 皆以土造人 然而宇宙真的是被神创造出来的吗 爱因斯坦曾说过上帝不治头子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自己不经意间辩驳波尔量子理论的一句话 却为神招募了一大批信奉者 至此也许会有一些人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所谓的神到底存不存在呢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只要做一番思考分析 答案自然水落石出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或者说可以做时间旅行的话 那么你将一台量子计算机穿越时空 带到几千年前的时代去 然后通过量子计算机帮那个时代的人做超速计算 做记忆存储 做预测分析 甚至做三维投影等的演示 那个时代的人会有什么感想呢 他们是否也会把你当成神而敬畏呢 把你使用的量子计算机当成是神使用的神器而畏惧呢 在星际旅行2可憾之怒 科幻电影里出现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新科技 可以瞬间将一颗没有任何生机的荒凉星球 变成一颗充满生机 适宜居住的美丽星球 这就是创世计划实验 西方文化记载上帝六天内创造出世间万物 而星际旅行里出现的新科技 却只需要六分钟 便可以将一颗死亡之星变得生机盎然 德国法兰克福哥德大学教授格罗斯 曾在学术期刊天体物理科学上发表过一篇论文 详细分析论述了将一颗没有任何生机的星球 变为适宜生命居住生存的星球的可能性 格罗斯指出人造生态环境 调控温度 制造氧气等这些环境问题并不是什么难事 50到100年内 相信人类也能轻易做到 将任意荒凉的星球环境改变为宜居之所 比较有挑战性的是 怎样让地球上的各种生命 在新开发的星球上生机勃勃地成长起来 而这考验的才是人的真正创造力 因为人不仅需要在新的环境里创造出新的生命 并且创造出的生命能够最大程度地吻合新环境的既有条件 比如新的星球可能土壤和大气层的化学成分 与地球上的截然不同 而如果人类未来某一天既可以做到改变任何星球的环境条件 又可以创造能够想到的任何生命 甚至可以做到对生命的优化 编程和修改 那么到时候 人类是否也会被科技水平比较落后的星际文明尊称为上帝或神呢 曾有网友推测 也许宇宙并不是基点大爆炸出来的 而是宇宙设计师设计出来的 而且设计师还有可能是个刚毕业的学生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看一下我们宇宙万物的成型模式就知道了 在宇宙中 无论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 无论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 一切都在无休无止的反复循环 看看宇宙深处那些大大小小的星系或星系团 它们一圈又一圈 一团又一团 除了用循环重复单调的步伐外 毫无创意 再看看我们地球上成千上万亿的各种植物叶子和花瓣 一半一半 一层一层 除了用循环勾绘图案外 再无新意 对于微观世界里的万物 分子是原子的聚焦 原子是次原子的聚焦 次原子是更基本粒子的聚焦 最终都是最基本的底层粒子的聚焦而已 这让我们不由得想到了计算机编程 最终都是底层代码零和一的不同组合而已 两者很是相像 不是吗 如果你突然想到了人的生命是有两套系统 物质和意识构成的话 想一次来反驳以上的论点 那么你可能不但不能反驳成功 反而还会以上论点助力加油 简单来说 就是因为生命会循环 当物质生命结束的时候 意识生命就会脱离 曾经的共生关系的物质生命而离去 物质生命随着时间可能会化为尘土 但意识却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彻底消失 而是会寻找下一个物质生命载体 与新的物质生命再次结合成新一轮的共生关系 这样的程序只要不出什么差错 便会无休无止地循环下去 也许会有人问 难道意识就不能脱离开物质生命而独立存在吗 比如存在于高危空间 不是更好吗 有量子研究者给出的解释是 意识可以脱离开物质载体而独自自由存在 但却无法脱离开这个宇宙 因为无法脱离开本宇宙 很多意识生命最后要么重新返回到物质载体 要么会遇到不测而化为碎片 就像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半熙祸福一样 意识飘荡于宇宙之间同样如此 宇宙中存在很多意识碎片 正是一些意识生命曾经追求自由意志 而留下的证据 意识碎片也会被打捞 会被通过各种途径打捞 如果被科学家打捞到了 而且打捞的意识碎片 来自于曾经其他科学家的意识的话 那么该打捞的科学家 便有可能一下子打开了思维板 物理科学想法会标新立异 别出心裁 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 不过从以上我们对意识的探讨分析 毋庸置疑也恰恰说明了 人的生命也在不停地经历着 这种单调乏味的循环程序 为什么整个宇宙的设计都是循环出来的呢 科学家猜想 也许当初设计宇宙的设计者 只是个刚刚毕业的学生 设计宇宙的工程师 在接到宇宙设计的项目后 偏偏不巧感冒了 于是就找了个刚刚毕业的应届生 来代替这么重要的任务 还说正好可以锻炼一下 自己徒弟的动手能力 真不知道是对自己徒弟的偏心 还是对这次宇宙设计的不上心 结果呢 结果我们都看到了 就是目前我们这个宇宙的样子 除了循环还是循环 也许那个毕业生当时接下宇宙设计任务时 他的培训课正好上到程序循环设计 这里没想到倒是很会学以致用 将刚刚学到的程序循环知识 竟然一股脑全用到了这次的宇宙设计上 所以也许我们的宇宙就是被高度发达的文明 通过高科技设计出来的 曾经的神创世传说也许只是人类不理解的曲解 当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恍然惊觉 原来所谓的神只是曾经科技不够发达的生命 对高科技文明的一种解读 这种解读在历史的长河里被冲刷的变了形 才使我们很难看清其原先的面貌 但总有一天当人类的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便会还原宇宙的真相 你认为我们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呢 你相信未来某一天借助高科技的力量 人也可以创世吗 说说你的观点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视频内容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呢